根据故宫保护总体规划 故宫内用于办公用房 文物库房的58栋采钢房 和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4.9万平方米现代建筑 将分别于两年内和八年内全部拆除 故宫内大厦风景的维古建将彻底消失 今天选的这篇文章来自《工人日报》 人说这么一拆是一拆三得 既有利于保护故宫整体的风貌与文物 又能减少或消除危害故宫安全的隐患 还能够扩大故宫的参观面积 另外一点也说到了深层次的含义 说文物打假的含义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故宫拆除这些东西 我们要大家赞赏 是因为本身故宫它就是一个整体的文物 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可能是单体的 可能是一处两处的 但是整个的故宫都是一个整体文物 所以说作为享誉世界的世界文化归宝的故宫 那么必须保持它的真实性 纯洁性和原汁原味 而大量搭建在古建筑旁边的维古建 显然是大厦风景 破坏了故宫文物的真和纯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法国的卢浮宫 在那里根本看不到一点现代化的痕迹 这些文物的保护放在什么地方 你得用现代化的方式来给它保存起来 地下 你一进去之后 你绝对看到都是非常古朴的原汁原味 也不像说旁边建一大楼 这楼弄挺高 然后放里边 那就不是卢浮宫了 说到维古建 现在是比比皆是 比如说之前说了什么帝王的陵墓 到街头的不同的建筑 然后有的甚至是根本就没这东西 我生花钱给你搭一个出来 就为旅游 所以人家说用防古发展旅游 是文物价值观的轻薄与短视 从保护文物 古建打假 净化古建环境考虑 那些维古建应该通通拆除干净 对 所以对于今天这个话题 重视文物的真与纯 所以这场文物打假看起来势在必行